今天下午在旦雪区公所举办了一场聚工基础训练课程 而担任聚工不分年龄 只要抱着一股热忱服务的心就可以加入聚工行列 而聚工所为了要让想要担任聚工的民众能够受到专业训练 每年都会举办针对聚工进行课程 而今天这一场针对防灾聚工进行一连串的防灾知识 今天的防灾聚工讲席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大科凯元科教授 在针对我们的防灾聚工今天参与的是习服协会以及清水员的聚工 享受灾民收容所开设时候的一些注意事喜样 那么在灾民收容所开设时通常都会有一些灾民的收容进驻 那这些聚工会协助他做一些安置或者是心灵上的一些慰问 徐公所表示今天参加防灾聚工总共有50位 而这些聚工不仅是在实际灾害发生时 必须达到如何安置收容灾民等流程 还能够保护自己 因此针对于防灾的教学更显得重要 希望能够帮助这些聚工们充电 那么防灾聚工不仅是要帮助别人 也要帮助自己 他对一些防灾的一个知识 或者是说我们淡水的一烟点 或者是容易正在的地方 在相关的课程中我们都会一一的去宣导 第二个是工作人力是有限的 但名利是无穷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研习 让所有淡水的乡亲都能够在这样的研习里面 学到自己保护自己 并且能够帮助别人的一个知识 这一次的训练课程相当丰富 虽然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 透过专业老师的教导 让防灾聚工的观念与知识都有所提升 希望透过一年一度的防灾教学 让志工针对淡水的防灾避难 有更深刻的认识 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